一开始的毕业作品就是想做一个大型的写实的雕塑 就是后面老师就建议我从我自己身边的一些小事情 去想一些好玩的作品 一般是会先去现场考察才点 发现一些容易刮蹭到路人的一些小破锁 先把那个超级黏土填到洞里面 把那个毛毡给戳上去 最后再种上小花 差不多就半个小时 当时去那个糖水店门口谷那个小破洞的 到那天晚上的时候 那个老板才发现那个小破洞上面长了一朵花 他说他非常的喜欢 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请我喝一个月的糖水 这朵小花被摘掉了 然后我就又去补 补了有三次 出乎我意料的 后面还有另外的一个人 然后去那里种了一个小蘑菇 我和老板都没有想到 就是感觉特别有意思 这边的社区其实有很多人去制作 本来是一个人做 现在就是想让这个小花拍得更多一点 让大家一起参与 他们也可以动用自己的双手 做一朵简单的小花 让那些破损的地方变得安全一些 然后也更加美好一点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